我们机器对面有一个电源开关的一个插孔以及我们数据线的一个插孔 然后这里有一个编号是属于我们机身的唯一编号 这里的数值是我们的那个机身的焦距 我们先把电源线通电插上 然后把配的这个数据线接口这一端我们接到机器上面 USB这一端我们连接到电脑上面 然后这里有个总电源开关 我们把开关打开 这个时候指灯会亮 OK 机器充电之后 打开我们的枕镜以及激光的开关电源 然后这里上面所有按键 这个是我们的焦距指示灯 这是我们的遥臂的上升下降 上升这个下降这个自动对焦 大家可以跟着我的鼠标 我们先打开IE浏览器 在这里输入我们的云端打标系统的下载网址 imtdown.com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三标铁资源共享的一个网址 会出现这个界面 客户端软件下载界面 点击客户端软件下载 点击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 打开文件 这里看到我们的那个 参与体的驱动程序 我们双击打开 安装 会弹出选择 先让我们选择这个语言 简体中文或是英语 我们安装中文版本 点击确定 这里的 安装位置 可以不用去调它 直接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安装 下一步 下一步 安装完成之后 会出现这个界面 运行三标铁云打标系统 点击完成 自动打开到我们 三标铁云打标系统的一个软件界面 然后大家注意看这里 有一个一键下载 以及一个一键更新 一键下载是可以下载到我们所有在云端的图子 一键更新就是后期我们如果说图子有更新 可以直接点击一键更新 不会覆盖之前所下载的那个图子 只会更新到我们新增的图子 好 我们打开软件界面之后我们先点击一键下载 这里会弹出一个界面 一键下载会下载替代掉 本地的所有图子 点击确定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下载的进度条 这里图子下载完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个手机品牌这里 看到我们所有以下载的手机的品牌 以及这边的手机型号点击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们选择品牌 华为 这里面有两份图子 一份是华为 另外每一个品牌 后面有加一个字母B 等我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比如说有华为的 那我们选择一个 随便选择一个型号 比如说 参与5A 选择好之后 点击加载图子 点击加载图子之后 我们这边的对话框 这边就可以显示出来 我们已经选择了图子 那么品牌后面的这个B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同样选择华为 加载图子 那么它显示的图子 就是不打我们两侧边的一份图子 只打前跟后这一块 选择我们所需要标客的手机型号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 Vivo Vivo 这里有一个Y85的屏 OK 我们选择Vivo的Y85 选完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加载图子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加载图子 那么图子就会出现在我们对话框里面 要关注我们放在我们 这个自动聚焦里面 点击一下自动的对焦 它会自动地把它的厚度 才去找这个焦距 那我们这个焦距灯 焦距指灯亮的时候 可以整理清楚 这个物质厚度的 这个焦距能 可以帮我们设计 放到我们这个 这个加载图子上面 放好之后 红光预览 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红光是不是对的 OK 是对的 停止 点击标客 Stu 银子 红光预览 就算了 他们在外面 是 Joseph